逢三次尾年份 为什么呢 1973李小龙 然后1983是复生 然后到1993陈百强的张国荣 对张国荣是在2003年 这样整理下来听起来有点可怕 现在有一个传闻是说 每十年有一个巨星陨落的魔咒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对因为我刚才 有讲到这个 我觉得大家好厉害 这样整理下来听起来有点可怕 是尤其是什么逢三次尾年份 为什么呢 1973李小龙 然后1983是复生 因为年轻的朋友 李小龙应该知道 因为李小龙后来连周杰伦都知道 很多电影 还有周星驰很多电影 都有李小龙 但是大家对复生可能比较陌生 是因为的确 因为当时这个世界 他是开车 对不对 开车出车祸 但不要忘了 珍妮 珍妮的老公 然后他的女儿现在也很大了 这是1983 然后到1993 陈百强 还有皇家居也是 对可能很多人不记得陈百强 但我必须讲 因为我一直想讲陈百强 是因为贺彩 这个都是我们那个年代 你应该没有听过 我的确是没有听过 可是你知道吗 陈百强 其实这几年 还有一个新闻 大家知道赌王 二房的长女 何超琼 总知道吧 因为他完完全全是爸爸的继承人 现在整个赌王 就整个在澳门的事业 是由何超琼来继承 然后大家都知道 赌王这四房的子女 因为他们都有葡萄牙血统 多国混血 所以男的帅女的美 那他这个女儿非常非常的漂亮 学历也非常好 那何超琼 从国外念完书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曾经加入了TVB 然后也进入演艺圈 他一直以为他就做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的爸爸赌王 是要把事业传给大房的儿子 所以显然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天不从人愿 大房的儿子 突然发生一个离奇车祸 车上没有一个人活下来 所以当这个大儿子死掉之后 就这个赌王就希望女儿来回来继承 可是他的女儿 当时就跟陈百强谈恋爱 然后陈百强好帅 就是两个人曾经有一支MV 就是深情对望 所以当年真的是一个 非常美的爱情故事 可是爸爸说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家世背景各方面 他都不适合你 所以他爸爸硬把何超琼拉回来 硬把他嫁给了许靖亨 许靖亨是谁 年轻人又不记得了 许靖亨有个漂亮的老婆 叫李嘉欣 可是许靖亨在娶李嘉欣之前 是硬被他的爸爸 要求去娶何超琼 在香港办了一个礼拜的婚宴 何超琼没有一天笑得出来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许靖亨就不断地 你知不知道 念花惹草 但是有个悲伤的故事是 陈百强当时因为跟张国荣 有一些竞争的关系 那演艺事业 你看艺人其实都很像 演艺事业遇到瓶颈 就抑郁 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 他也抑郁 然后何超琼跟许靖亨结婚的 那个婚礼 陈百强有趣 他是以哥哥身份送嫁妹妹 可是他心里非常非常痛苦 然后他又知道何超琼很不幸福 所以陈百强在发行 最后一张专辑的时候 就是因为喝酒跟服药过量 陷入昏迷一年多 躺在医院一年多 然后离世 他离世的时候 何超琼都还是 许靖亨的太太 对不对 何超琼跑到 陈百强的那个丧礼上 然后去台关 你知道就是 这个情谊其实很深 因为能到台关其实 不只是情谊 你是人家 大户人家的太太 你是不能去给这个单身男子 台关的 所以当时引起很大的 大家就哇 又不舍 但是许家就不开心 后来何超琼 当然就跟许靖亨离婚了 不过你知道吗 他因为爱不了这个男人 对不对 在赌王离世才几年嘛 对不对 赌王过世的时候 整个丧礼是何超琼办的 何超琼干了一件事 他一辈子都很听他爸爸的话 不敢为你他爸 所以他做了一个影片 是纪念他的爸爸 赌王的一生啊 赌王四个 几房长女啊 什么的一堆 这当中有一张照片 既然出现了赌王 何超琼 陈百强 陈百强 算是一个回马枪 就是 其实大家去看 包括李文 Coco这个事情 到陈百强 到后来何超琼 其实一人都是不能做自己 包括我们刚才在聊 后来的张国荣 对张国荣是在2003年 也是我们刚才讲到 也是三 今年2023 歌手李文 Coco 五日传出李氏 享年48岁 消息曝光让外界震惊 亲姐姐李思琳证实 李文于数年前不幸患上了抑郁症 长时间与病魔抗争 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于7月2日在家中轻声令大家悲痛 今年出道满30年的李文为华语音乐圈创下无数家机 1975年1月17日出生于香港的他 9岁11名美国加州旧金山 据悉李文是一父子 妈妈在怀他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妈妈独自坚强地抚养三姐妹长大 为此李文也特别敬重妈妈 1993年18岁的他用本名李美玲参加香港TVB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并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1994年出道后在演艺圈奋力闯荡 1995年6月发行Brave Enough to Love勇敢去爱专辑 在台湾上架仅一个月就突破13万张销售量 1998年李文第六张华语专辑地道地暗示 推出后不仅销量成绩优异 同时成为第一位进入MTV Asia Hit List榜和Top 100 Asia Singles Airplay榜的亚洲艺人 更得到Billboard国际最佳华语音乐录影代奖 让他走向演艺事业的高峰 2000年11月已经打进国际市场的李文 登上Time时代杂志封面获评为华人之光 也曾获得美国哈佛大学颁发的杰出华人奖 2001年李文的事业持续攀向巅峰 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他演唱李安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 A Love Before Time 该取入为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李文成为第一位在奥斯卡典礼上献唱的亚洲歌手 当年亚洲周刊也将他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50人之一 近年来他则参与多档音乐类型电视节目 自我突破展现更多的面貌惊艳众人 如今巨星陨落让全球的歌迷都相当不舍 但他所留下的无数经典作品都会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 地球也有你的我 终于开始看不及望 我与这季节我都无所谓 这都是谎言 我的地球也想要遇见 回到时间前的时间 像花枪 无奈的戏斑 而无奈的伤怀者 和我与这些人的七度 、你会想像花枪 在你和你的秘密 你和你一切 唐尼 我被 hört 为你怜念 你怜念 我太赞了 你恋得 我太赞了